Hello大家好,我是Emm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我的生活 简单生活update 我大概已经一年没有录视频了 这个是我回归的第三只视频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上次Vlogger看过我这个家具换了 我先给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我的家具换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租的这个房子 卧室的家具是自己买的 但是楼下的家具本来是房东提供的 因为房东的女儿在我上大学这个地方也上了大学 所以她毕业的时候就回Miami 所以她就把自己的家具毕业的时候没有带走 所以留在这里 但是呢,上上周日晚上给我打电话说 我周三给了我三天时间 我周三就是从Miami开车开到你这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家具全部带走 所以我当时一经过就 Why did you only give me three days? 为什么这个我三天时间 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购买新的家具 尤其是现在不能出门啊 比较麻烦 所以最后呢,我就在二手买了一套这种新的家具 结果买完之后 她要来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 哦,我要出货了 所以就不能去拿你这个家具了 所以当时我就跟她说 我已经租了这个U号 我已经找我的朋友帮我 让我把这个家具搬过来 为什么你前一天晚上告诉我 你不把家具拿走 反正当时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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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烦恼 尤其是我当时还要上班 然后她非得要选一个周三来过来 就是周六周日来不可以吗 非得要周三在我在家上班的时候要过来 Anyways 结果最后她不来 不来我就说 我帮你把你的家具卖了吧 所以最后幸亏我的同事需要新的家具 所以我就把我原来的家具 把我原来的家具卖给我的同事 然后把这个新的家具搬过来 所以现在在楼下就是新的家具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就不讲 所以这也算是我上周没有出视频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搬家具特别特别头脑 因为你想如果我在家里上班 如果你把所有沙发全部搬走 电视搬走我坐在哪里 我是不是很头脑 现在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总觉得我说话比较快 然后一说话快的时候 我就开始打结 舌头打结 所以我就慢慢来给大家说 我总结了一下 我五个生活update 大家要清楚 这个是在上一年 怎么说呢 过去的12个月之内 发生了所有事情 不仅是12个月 好像就是一年 一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吧 就是生活 我的生活真的变了太多太多了 第一点呢就是 上段的恋情已经结束了 第二点呢就是我毕业了 我大学本科毕业 第三点呢就是毕业之前开始找工作 包括毕业之后 也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找工作的 所以我大概花了有 毕业前三个月 加上毕业 毕业 毕业前三个月 加上毕业后三个月 六个月的时间开始找工作 然后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在美国找工作 尤其是你是国际学生 没有身份 真的是超级超级 超级超级超级的难 第四年呢就是有一段新的恋情 然后我现在的 you know significant other Carlos His name is Carlos 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找到工作了 要开始适应新的工作 因为你还要培训 然后培训期加上就是见新的同事 你走进社会跟商大学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有一段就是适应期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过去一年也搬了一次家 所以我现在住的地方和我毕业之前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搬家呢又很麻烦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为什么一整年没有录视频的原因吧 Hey guys I have a special guest I'm not a special guest You can come in 我 Shoo Carlos Emma broke my way Get your way My favorite animal Ready Bye Bye 今天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不是非常的无聊 虽然我也觉得这个 Hey stop burping in my video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 Bye She's a murderer Killer Say sorry Go away I'm trying to film Don't care Say sorry Sorry Kiss Let me finish up this video